今天为您介绍的是古代社会 卡尔马克思去世后 恩格斯曾花费很多时间 帮忙整理马克思遗留下的书稿和笔记 有一天他发现 马克思在去世前一直在研究史前社会 还认真做了大量笔记 其中美国人类学家摩尔根的一本著作 被反复提到 就是这本古代社会 恩格斯高度评价说 在论述社会的原始状况方面 现在有了一本书 像达尔文学说对于生物学那样 具有决定意义 这就是摩尔根的《古代社会》 那么《古代社会》这本书 为什么让马恩两人如此着迷呢 原因就在于 这是系统提出人类社会进化理论的第一本书 摩尔根在书中呈现了人类社会 从原始走向文明的历程 要研究人类社会的原始状况 难就难在没有文字记载 很长一段时间 要还原远古时期的生活 靠的是口口相传的神话和英雄传说 这就包括西方的河马史诗 中国的盘古开天辟地等等等等 摩尔根的过人之处就在于 他另辟蹊径 从印第安人的习俗中找到了通向古代社会的秘食 这么说吧 印第安人长期生活在相对封闭的美洲大陆 对外交流比较少 所以他们就好比活化石 很多风俗还带着古老制度的烙印 从这些习俗再往回推 就能大致还原出史前社会的模样 或许有人好奇 摩尔根为什么能想到这种方法呢 其实跟他的经历有关 摩尔根是美国19世纪著名的人类学家 但一开始他是名律师 碰巧在从业的前几年 遇到美国经济危机 接不到什么案子 闲暇时间里 摩尔根加入了一个研究北美洲印第安人的社团 他多次造访印第安人的居留地 与他们一起生活 甚至还被其中一个部落接纳为成员 1871年 摩尔根与《物种起源》的作者达尔文会面 彻底接受了达尔文的进化理论 他酝酿着写一部人类自身社会的进化史 与印第安人的共同生活经历 转化成了研究灵感 最终结晶成了《古代社会》这本书 并在1877年首次出版 古代社会由四大板块组成 摩尔根以扎实的经验材料为基础 从人类的生产方式 政治制度 婚姻家庭制度和财产制度 这四个角度 展现出早期人类社会的演化进程 下面先讲第一部分 生产方式的演化 俗话说 民以实为天 这句话不仅适用于文明人 对史前社会的原始人来说也同样如此 人类早期从事生产 很大程度上就和吃饭问题有关 从生产方式的角度出发 特别是获取食物的方式 就可以对整个人类社会进行分歧 具体来说 人类社会的历史可以分为 蒙昧阶段 野蛮阶段和文明阶段 接下来就看看这三个阶段 是怎样演进的 人类社会的童年是蒙昧时期 它从人类学会采集水果开始 一直持续到弓箭的发明 在这个起步阶段 人类刚从动物变成人 他们毫无知识 没有任何生产技能 没有尖牙利爪的人类 只好靠采集水果为生 慢慢地 人类不仅采摘水果 也开始吃鱼 但吃生鱼的话容易闹肚子 把鱼加热烹饪就必不可少 所以如果人类能长期吃鱼 那就说明他们也学会用火了 懂得捕鱼的人 渐渐摆脱气候限制 他们能沿着河流迁徙 在十九世纪澳大利亚的一些部落里 还能够看到类似的生活方式 再后来 人类除了用棍棒打猎 还发明了弓箭 发明弓箭 可以说是划时代的事件了 它既提高了人类捕猎的效率 又增加了打猎时的安全系数 弓箭的出现 就类似于枪炮 对我们近代社会的影响 它让人类社会 又往前迈了一步 经过漫长的岁月 人类逐渐告别落后的蒙昧阶段 开始步入野蛮时期 这个阶段从制陶技术的发明开始 一直持续到铁器的出现 为什么制陶技术是一道分水岭呢 因为在制陶技术出现之前 人类已经会用竹子等材料编制器皿 但陶技是一种牢固得多的容器 它能用来储存食物 也更耐高温 可以用来煮很多东西 所以说陶技改善了人类的生活条件 以为定居生活铺好了道路 定居生活的关键 就是人类学会自己种粮食 养家畜 保证有稳定的食物来源 单纯靠打猎为生 往往有上顿没下顿 直到家畜和粮食的出现 人类才摆脱这一困境 在东半球 也就是在亚欧大陆 因为平原较多 适合放牧 所以人们更多选择养牛羊 而在西半球 特别是印第安人那里 由于没有适合家养的大型动物 人们就种起了淀粉含量高的玉米 最后 随着铁器的发明 野蛮使其步入尾声 人类进入文明阶段 和制陶技术一样 铁器意味着人类对火的掌握 又达到了一个新高度 铁的铲子 斧头和锄头 这些工具大大提高了 开垦农田的效率 从此 人类能在有限的空间里 获得更多食物 养活更多人口 在这里 人类社会终于要结束史前时代 生存不再是个迫切问题 抽象的字母也被发明出来 人们学会用文字来记载历史 从这时起 人类慢慢告别古代社会 开始步入更加多姿多彩的文明时期 以上就是古代社会第一部分的内容 摩尔根从生产方式的角度出发 描绘了人类社会 从低级到高级的进化之路 不过 生存吃饭固然重要 人类还有大量的时间 花在政治活动上 因此 全书最大的篇幅 都在描述史前人类的政治组织 特别是 人类社会是怎样通过血缘纽带 组织起来 这条纽带又怎样一步步瓦解 这就是第二部分的内容 也就是史前人类的政治组织 总的来说 人类社会有两种政治组织模式 一种是今天人们熟悉的国家和政府 它出现在文明社会 另一种叫做氏族 它出现在古代社会 两者的区别在于 国家以财产和领土为基础 只负责成员的财产和生命安全 而氏族是以血缘关系为基础 成员的生老病死都由他来负责 接下来我们就看看 氏族到底是怎么回事 生活在氏族中的成员 有哪些权利义务 氏族本身又经历了什么演变 氏族是什么 在美洲 亚洲 欧洲 还有非洲 都能看到氏族存在的痕迹 它是一种最古老和广泛采用的制度 特别流行于野蛮时期 如果一个集体里所有成员都供奉着同一个祖先 依靠着血缘关系团结起来 那么这个集体就叫做氏族 美洲印第安人把这种制度保存得最完好 而在中国南方的一些村落里 有所谓的宗族现象 这也是古代氏族制度的残余 氏族常常用某种动物来命名 比如摩尔根在印第安部落打交道时发现 一个部落里有老鹰氏族 苍狼氏族 灰熊氏族等 氏族间的根本差异就在于供奉着不同的祖先 氏族的另一个特点 是早期氏族成员执任母亲为祖先 具体来讲 早期的氏族成员就包括一位女性祖先和他的子女 以及女性后代的子女 整个血脉是按母系来继承 女性因而也有了更高的地位 这么理解吧 包括古代中国在内的文明社会里 孩子跟爸爸姓而不跟妈妈姓 是因为妈妈被当作是外人 但在母系氏族社会里 孩子都随妈妈姓而不是跟爸爸姓 这时候爸爸就成了外人 父系继承的氏族则是后来出现的 母系氏族形态不仅出现在美洲的一罗魁部落中 其实中国人也不会感到陌生 比如西游记里的女儿国 虽然经过了夸张变形 但她的原型就是母系氏族社会 介绍完氏族的基本情况后 再看看氏族成员有什么权利和义务 他们过着什么样的政治生活 对氏族成员来说 头等重要的权利就是参加氏族大会 在印第安人的部落里 每个氏族都有一个全体成员都参加的大会 那是最高权力机关 印第安人围坐在篝火旁边 以平等身份参加大会 自由地讨论氏族里的一切问题 大会最重要的议题 就是选出一个人来当酋长 酋长作为氏族的首领 要参加行政活动 要指挥战争 要作为代表跟其他氏族谈判 但首领职务不能传给自己的儿子 一旦酋长去世 印第安人们就开会再选一个 既然氏族成员可以选举首领 那么罢免首领的权利也就不在话下 虽然首领是终身制 如果成员觉得他不称职 他不再被人们信任 就按照一定手续去罢免 所以氏族的酋长 没法随心所欲的统治 氏族社会比我们想象的要民主的多 甚至西方民主国家的议会机构 都残留着氏族大会的基因 当然有权利的地方就有义务 氏族成员最重要的义务 就是要相互支援 在文明社会里 国家扮演着保护人的角色 政府有义务保障人民的生命和财产安全 但在古代社会 由于氏族承担了国家的功能 所以人们就寻求亲属们的力量 这意味着 如果一个成员在生活或经济上有困难 所有成员就要帮助他渡过难关 更重要的是 对某一个氏族成员的侵犯 就会等同于侵犯了整个氏族 在印第安人那里 一个氏族成员若被杀害 整个氏族的人就有义务帮他报仇 这就叫血亲复仇 在这里我们已经搞清楚了 氏族成员的权利和义务 但氏族也只是一个基本的政治单元 如果把整个古代社会看作一个生命体 氏族就像是一个细胞 这些细胞可以组合成新的结构 在这一组合过程中 血缘纽带越来越无力 氏族大会的功能也越来越被弱化 接下来我们就详细看看 氏族究竟是怎样发展为国家的 一个家族的人口如果多了 亲戚之间的关系就会变得疏远 慢慢变成陌生人了 氏族也是如此 随着氏族成员的流动 家族的扩大 各个氏族越来越疏远 到最后团结他们的纽带 只剩下语言 这样说着同一种语言的几个氏族 结合起来就成了部落 在部落阶段 酋长会议的出现最引人注目 它相当于整个部落的最高权力机关 酋长们代表各自的氏族共同商讨部落大事 比如说要不要跟其他部落打仗 要不要接纳其他氏族进来 要选谁来当整个部落的大首领 不过千万不要把这个大首领和国王化等号 大首领其实没有什么绝对的权力 也很容易被罢免 酋长会议很像现代的代义制民主 大首领也只不过是议长 氏族社会的民主政治原则 在这里还没有被破坏 在部落与部落之间 还能结合出一个更高级的组织 那就是联盟 如果几个部落有着相邻的领地 为了抵御外敌 他们发现彼此团结起来的好处 要比互相内斗大得多 一旦认识到这种好处 他们就结合成为了联盟 换句话说 联盟的成员已经学会从利益的角度 来考虑政治问题了 一旦某个地区出现了联盟 那就离文明社会不远了 在联盟阶段出现了一个新现象 就是为了方便打仗 人们在原先的酋长外 又设置了一个领袖来指挥作战 也就是开始区分文官和武官 大家都知道临阵不能换帅 否则很容易就被打败 经常打仗的联盟就不会轻易更换军事领袖 慢慢的 军事领袖就夺取了整个联盟的最高权力 士族大会所具有的民主色彩也就慢慢退去 往后 各个时代的独裁国王 就是从军事领袖这个岗位演变来的 他也是文明社会里政府的出行 好 来回顾下古代社会第二部分的关键内容 史前人类的政治制度是从士族发展到部落 再从部落发展到联盟 随着从士族向联盟的发展 血缘纽带的影响越来越弱 团结人心的东西逐渐成了语言 领土和利益 同时士族制度流行的民主观念也越来越稀薄 从原始的直接民主发展到大意志民主 最后在联盟阶段 军事首领夺取了最高权力 文明时代随之到来 国家和政府取代了士族 人类公共生活的基础 也就从血缘变成了财产跟领地 到这里 我们就搞清楚了士族政治机构变迁的脉络 但考虑到士族实际上是个大家庭 所以摩尔根就问了 究竟是什么样的家族制度 在支撑着士族社会呢 会是我们现代人熟悉的一夫一妻制吗 随着士族制度的发展 家族制度是不是也有重要变化呢 这些追问就构成了 《古代社会》这本书第三部分的内容 《婚姻家庭制度》 在今天看来 一夫一妻似乎是再自然不过的家庭形态了 甚至在古希腊的哲学家亚里士多德那里 他就认为 一对男女再加上几个帮忙干活的奴隶 就能组成一个家庭 但摩尔根认为 这种家庭形态 其实是历史发展的产物 在更为漫长的史前时期 人类社会还出现过 五花八门的婚姻家庭制度 婚姻家庭的变化 也经历了以下几个阶段 首先是血亲婚姻制 接着是群体婚姻制 再后来是偶婚制家庭 最终才发展到 专偶制家庭 从大的趋势看 就是从多夫多妻的不固定形态 演变到 一夫一妻的固定形态 在人类社会的蒙昧阶段 流行与自己的同胞结婚 这就是血亲婚姻 有血缘关系的兄弟姐妹 互相通婚 而且采取集体同居的形式 每个男性都是所有女性的丈夫 每个女性也都是所有男性的妻子 这听起来似乎不可思议 毕竟各个文明的宗教戒律 和伦理规范都主张禁止乱伦 那摩尔根是如何推断出 这种婚姻模式的存在呢 原来他是从印第安人 夏威夷人的亲属制度那里 找到蛛丝马迹 在这些族群里 父母不仅包括亲生父母 也包括父母的兄弟姐妹 子女也不仅包括自己的亲生子女 连兄弟姐妹的子女 也都视如己出 同一辈分的所有人 都是兄弟姐妹关系 这说明在此之前 有一种古老的婚姻模式 他让有血缘关系的同辈男女 直接结成夫妻 不知大家有没有想过 中国人为什么把父亲的兄弟叫叔父 母亲的兄弟叫舅父 把兄弟姐妹的子女叫做侄子或侄女呢 这些称谓其实就是血亲婚姻制的残余 但随着时间的推移 禁亲结婚的弊端越来越明显 这个弊端当然不是现代生物学意义上的遗传病问题 古人不知道也不可能知道这些 禁亲结婚的弊端是不能为家族补充新的生存技能 或者新的技术手段 为此 人们就想办法把禁亲排除出结婚对象 于是就有了群体婚姻制 在这种制度下 婚姻关系没有严格约束于一夫一妻 除了禁止近亲结婚外 结婚和离婚都相当自由 在我国云南的一些少数民族那里 至今还能见到这种习俗 比如云南的摩梭族人 青年男女们在聚会上唱歌跳舞互相认识 男子可以向心仪的女子提出约会邀请 在晚上还可以住到女子家里 但天亮后必须离开 男女之间的唯一羁绊就是感情 如果感情不合了就自由分手 人们把这种制度叫做走婚 它实质上就是群体婚姻制度 从血清婚姻制演变到群体婚姻制 实在是个创举 它区分了可结婚和不可结婚两类人群 这个创举顺带产生了母系氏族社会 刚才提到的云南的摩梭族人 他们就是母系社会 一方面群体婚姻制主张跟家族之外的人结婚 从而避免了与近亲结婚 另一方面集体同居的生活 又让孩子没法确认自己的父亲 只知道母亲是谁 到头来就得采用母系继承的办法 再往后 人类社会走向了由一男一女组成的小家庭模式 这就是偶婚制 偶是配偶的偶 顾名思义 所谓的偶婚制 就是说这段婚姻只有一对男女结婚 他们共同生活 生儿育女 但夫妻关系还很松散 并没有严格的同居义务 一旦情不投 意不合 婚姻关系就高吹 群体婚姻 为什么会被一夫一妻的模式取代呢 这首先跟氏族的蓬勃发展有关 随着氏族规模的壮大 禁止近亲结婚 让能够结婚的对象越来越少 其次 有的男性通过抢夺或者购买 从其他部落那里获得妻子 这样一来 婚姻需要花力气 就不会那么轻易地跟别人共享了 在人类历史上 偶婚制更像一个过渡阶段 直到野蛮社会的晚期 偶婚制才发展为今天熟悉的 一夫一妻制 也就是说 这种婚姻里只能由一男一女组成 丈夫在家庭生活中取得主导地位 他独占了与妻子同居的权利 严格要求妻子的贞结 所以摩尔根把它叫做专偶制 就是专属配偶的意思 专偶制的特点就是男性的支配 我们知道 家庭的英语是family 而family的词根是一个拉丁语 罗马人用这个拉丁语来指奴隶或仆人 可见 西方家庭的本意跟血缘没多大关系 他更强调 在一个家长支配下 为维持家族财产而从事劳动的团体 在古罗马的十二同标法里 就明确规定家长有绝对权利 男性握有子女的生杀大权 还掌控着家里所有财产 为了把财富留在家族内 男性就得百分之百的确保 后代是自己亲生的 所以就严格女性的贞结 绝不允许女性出轨 随着男性权利的逐渐确立 人类也开始告别史前社会 迎来了文明时代 来回顾一下第三部分的内容 摩尔根认为 古代社会的婚姻家庭制度 也经历了一系列演变 也就是从血亲婚姻 发展到专属配偶婚姻 具体而言 首先是结婚的对象 从亲属演变为陌生人 其次婚姻期间同居的人数 也从多人演变为 严格的一夫一妻 最后父亲对于自己 亲生子女的确认 也从群体婚姻的无法辨认 到一夫一妻时期的精准识别 可摩尔根还不满足 他继续追问究竟是什么 在推动婚姻家庭制度的变迁呢 他给出的答案是财产 于是古代社会这本书的 第四部分就聚焦在 财产观念的变迁上 财产是人类赖以为生的 各种产品 人们对财产的看法 尤其是遗产分配方式的变迁 推动了文明的演进 摩尔根说 史前人类有三种 继承财产的方式 第一种是由 共同体内的全体成员均分 第二种是只分给 有血缘关系的人 第三种是只分给亲生子女 遗产方式变迁的背后 本质上是史前的财产公有制 慢慢演变为文明时期的财产私有制 在蒙昧阶段 人类靠采集水果和狩猎为生 劳动产品马上就消化掉了 谈不上有什么积蓄 再加上武器也不先进 捕猎动物不可能靠一人之力 都是集体劳动 所以这一时期的人们 根本没什么财产 就算有点富裕 也都算集体的 私有财产的观念 在这里一点都找不到 就连一个人死后留下的东西 也是分配给全体成员 这就像在动物世界里 狮子们集体合作围捕猎物 成果是大家分享 没有哪只狮子会多藏一块肉 自从人类学会饲养家畜 和种植粮食 劳动产品就多起来 而且武器装备也有很大进步 尤其是弓箭的出现 它把人从集体劳动中解放出来 就算一个人也能够打猎 这样私有财产渐渐变多 遗产继承问题 也就摆在人们面前 在野蛮时期 财产公有依然是主导原则 不仅土地 生产工具 粮食 都属于集体 就连遗产也是分配给全体成员 只是人们对这种做法 越来越不满 所以就把继承人的范围缩小 只有跟死者 具有血缘关系的人 才有资格继承遗产 但不管怎么说 蒙昧阶段和野蛮阶段 实行的还是集体所有制 或者说是一种原始的共产主义 直到野蛮时代晚期 人类解决了粮食问题 不仅能吃饱 还有大量的剩余 这样就激活了商品交易 有些人光通过买卖 就能获得财富 于是贫富差异就出来了 追求私有财产的欲望 也正式出现 在遗产继承上 这时候就不是整个家族都有份 只有那些代表自己生命延续的亲生子女 才有资格获得财产 古希腊的梭伦历法 古罗马的十二童表法 或者是古巴比伦的哈摩拉比法典 都做出了这种规定 人类的文明时代 就这样与财产私有制携手到来 到这里古代社会的介绍就完毕了 在摩尔根笔下 人类社会有一个从低级到高级的发展趋势 人类劳动谋生的技能也不断提高 政治活动逐步摆脱血缘关系的影响 家庭越来越朝着一夫一妻的模式发展 财产制度也往私有制的方向前进 这也是摩尔根社会进化理论的核心内容 古代社会出版后 有两个特别大的影响 第一个影响发生在人类学领域 因为摩尔根对印第安人部落如此熟悉 他对野蛮部落的亲属制度进行了系统分类 为后人进一步研究铺平道路 另一个重要影响在开头已经讲过 就是对马克思和恩格斯的启发 摩尔根对整个人类文明的理解 与马克思的历史唯物主义不谋而合 恩格斯的家庭、私有制和国家的起源 也是在古代社会的启发下写成的 古代社会这本书 也被马克思主义者奉为经典 得到广泛研读